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是我的小花卉兰 Cymbidium Hiroshima Sweet Eyes Pink Temptation 现在开花了 只有一朵现在是完全打开了 其他的呢,才微微张开一点点 看起来呢,这个粉色呢,非常的柔和美丽 而且花朵呢,似乎看起来比去年呢 开花的时候呢,大了一圈 这是我去年新年的时候带花买来 这是现在是11月,差不多一年复花 这个品种的粉色的小花卉兰呢,有深有浅 我有两株,这一株呢,颜色浅一些 还有一株深粉色,也很美 这株小花卉兰呢,之前水培了大半年 直到今年的7月份 我才从水培呢,换成植料 长得呢,非常好 目前呢,还有 你看下面还有新芽 这儿也有新芽 我不确定它们是花芽还是叶芽 很有可能是叶芽 这个花杆呢,应该是在差不多在7月之前就开始长了 从开始长花杆到开花呢,看起来呢是4个月的样子 在水培的时候呢,这个花芽其实就已经有了 因为我放在植料的时候呢,我换成植料的时候呢,这个芽已经在那里 但是我当时呢,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花芽 小花花蕙蓝的模样呢,看起来和中国蓝的模样呢,极为相似 但是呢,它没有香味 但是相比中国蓝而言呢 它花朵呢,似乎是略大一些 花量也更大,而且更为强健 小花蕙蓝在夏天暖和的时候呢,可以放在室外半阴的地方 天气冷了以后呢,可以搬入室内放在朝南或者朝东的窗子 它们都能长得非常好 在生长旺季呢,可以每周或者每两周湿一次肥 对于空气湿度呢,假如它的根呢,能够保持湿润的话呢 它本身对空气的湿度呢,没有什么要求 所以呢,很容易 它们既有中国蓝美丽的姿态,又更容易打理 而且很强健 喜欢我的video呢,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